柯文哲捲入京華城弊案 移送地檢署附訊後 雖然早到生押 但卻被法官裁定無保請回 檢察官不服提起抗告 書狀厚達二十頁 不排除內容可能是貪污和突利罪 細節補強 三號下午北檢公務車 開進臺北看守所 天下第一中組檢座再度出擊 一次掌握到新市證 訊問再押四名被告 也有可能檢察官想說 如果把案件提出抗告到高等法院 如果由三個法官 讓何一廷來做審理 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那但是同時檢察官也會 在這個過程當中 想辦法再去詢問相關的關係人 看看有沒有辦法 取得一些其他的證詞 柯文哲二號凌晨三點 裁定結果出爐後 檢察官三號下午五點地狀 晚間七點二十分 卷宗送達高院分案 這次的何一廷成員 包含審判長許太成 授命法官鍾亞蘭 以及培起法官魏俊明 三個人連驗月卷 預估最快四號下午就有結果 同樣申請抗告的 還有前臺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攸關兩人生死門的抗告庭 將會出現三種結果 如果不回抗告案件 就此告一段落 但如果是撤銷跟裁 就會發還北院再開羈押庭 或是高院自圍裁定 有法官決定要羈押 還是交報 是沒有時間的限制 但是如果一旦發回了 我相信這個法院可能會很快的 就來安排這個羈押庭 來做一個相關的審理 同樣案件前市長副市長 卻是兩樣情 到底生死鬥結果如何 外界都在 等著看 資訊新聞陳一翔 欣怡台北暢報道 即便清楚聽到問題 卻一句也不想回應 時任柯文哲進總辦公室 財務長李文宗 三號晚上被二度約談 因為檢方比對柯文哲 正置現金假賬案金流後 發現李文宗涉及做假賬 從證人轉被告 被告我們為什麼想法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訓問 預知兩百萬交保 並限制出境出海 同時還要接受電子監控 但上個月十二號 李文宗在記者會上 明明信誓旦旦的強調 那我現在在這裡 非常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我完全不知情 又拿不知情當理由 甚至首次被約談 還嘆氣離開北檢 講得一副很委屈 如今遭檢方掌握關鍵證據 回顧整起案件 今年八月初先後爆出 柯文哲的政治現金專戶 款項支出與事實不符 石勒和尼奧公司指控 九百一十六萬的賬目 並非他們所承攬 而柯文哲竟總付了四千萬的授權金 給木可公關公司 也被認為明目不實 我其實也不太清楚 這不是檢方在偵辦的內容 我們不會收到相關的訊息 如今自稱不知情的李文聰 也涉及不法 從金華城弊案到政治現金假賬案 相關金流證據 也隨著檢調偵辦 八月二十九號低調戴口罩走進地院 應小微助理吳順明 曾和沈慶金進行通話卻又不認 最嫌重大遭到積壓禁見 曾在台北市都發局擔任副總工程司 退休後到威京集團月薪五萬元 又是應小微無幾職顧問角色舉足輕重 頭特意撇向另外一邊避開媒體拍攝 會被羈押 全員簡聯掌握了一通關鍵對話 六月就被監控 直到八月十四號 吳順明跟沈慶金的短暫通話當中 沈慶金一開口就先罵了一串三字經 急忙下令要找人開金華城案的相關會議 尋求解決之道 檢方偵訊時雙方否認聯絡 但一文明確落實有串證之嫌 還發現沈慶金聯繫公司士都很喜歡 透過講電話的方式進行 恰好和搜狗案的關鍵被告李恒龍 行匯五位朝野立委過程雷同 應小微 沈慶金無順明政商關係 縱密交疊 檢聯從六月開始積極蒐證 關鍵一文也曝光金華城開發一案 的確不尋常三地新聞綜合報導 到今年三四月間媒體開始鬧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才第一次知道說這個案子的容積率是840% 金華城容積率840% 柯文哲聲稱今年才知情 不過週刊揭露 檢調掌握2020四月一份關鍵變遷 柯文哲拿出金華城容積率和樓梯板面積 差異比較文件轉交給彭震生 變遷上寫下圖彭富 他們的結論是什麼原則很簡單公務員不坐牢 K.O.彭震生隨後轉交都發局處理 每隔多久都發局上簽表示自行和金華城合意 回復一萬兩千多平方公尺的樓梯板面積 但不只如此 T型的基地392但是有一個重點 這個基地從來沒有整體開發過 整體開發是整個L型 可是西北角從來沒有參與 2017年一小微多次為了金華城容積率 一再質詢 根據週刊揭露 林中銘曾在公文上著名上簽柯文哲 甚至在陳惠中提醒 如果照應小微質詢放水容積率 是否恐怕得富起徒利的法律走券 不只林中銘多次上簽提醒之外 甚至連都發局公務員 堅持不願放歡容積獎勵 之後也遭到柯文哲秋後算賬 當時的這個殖命也就是劉秀玲 從郎彭時代就擔任這個都發局的基層公務人員 他是非常堅實 與法無懼無法提供 柯文哲就將他調到這個 副秘書長的辦公室當參事 這也難就是一個求求算賬 金華城容積率真的有要提兜到560 七年前還是記者的吳玉軒 就曾經追問柯文哲金華城容積率 加上過去經手金華城案的相關人士說法曝光 柯文哲的不知情也被質疑太牽強了 金華城案延燒關鍵在於容積率三結跳 從一開始的392% 最後暴增到840% 曾在議會質詢過的高嘉瑜還原經過 我也拿出會議就是說2015年12月 柯文哲答覆我在市場市的會議記錄說 金華城如果要拿560的容積率就用錢買 柯文哲2014年上當後隔年強調容積率要560% 從法律問題法律解決到不用怕土地廠商 之後金華城容積率一變再變 從392%衝高到840% 前柯文哲幕僚科醫院認為 2020年3月2021年4月與8月 柯文哲與應小微的三次便當會是一大關鍵 我不太相信說你跟應小微在吃便當 然後應小微跟你講說金華城的這個案子 都更案他適用所謂的容積獎勵這件事情 他沒有談到最終的容積率會變到840% 柯文哲的態度一變再變 從一開始的強硬到後來的放鬆 中間到底跟應小微審慶金等人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對價關係 既定的事實就是392變到560 其實也就是在當時的副市長林清榮主持的都市計畫委員會下 大家審議通過的結果 對於金華城容積率 柯文哲態度實在差異太大 議員含話檢調得深入追查 三里新聞綜合報導 北檢要重新抗告會不會擔心要開擠壓庭 北檢抗告隔天 柯文哲照樣出門 出席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復婚其母親告別室 就連飛往花蓮的班機都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搭同一班 江啟城在機場就上前寒暄 落地花蓮後 柯文哲和黃國昌等人有說有笑朱立倫也送暖 抵達告別室現場朱立倫主動握手還順勢伸手一拉 想把柯主席拉到自己旁邊 柯主席揮揮手玩具後走向另一邊 對比一早在松山機場被媒體追問心情大不同 請責會喔 拜託拜託 請責會什麼時候會舉行 什麼時候在犯署 站在北檢你要不要看看 你會不會找無疑先拿白 敏感議題通通推給黨籍發言人 但根據週刊爆料 金華城容積率案前年十一月通過後 申請進一個月內就匯入四千五百萬元 到相關賬戶 殷小薇隨後找助理將錢領出製造斷點 立刻再把錢拿去支付房貸 卡債及女兒出國留學費用 不過簡連發現還有一千五百萬元 去向不明 過濾柯文哲賬戶發現七百萬收支不符外 還查獲千萬元不明賬目 實在巧合 專案小組將調查是否有關 真的讓人家覺得很不遲啦 報導出來有千萬的不明金流這一件事情 與其嗆檢調 不如好好的說明 好像釋放出一些特定的偵辦的消息 到底是不是北檢洩漏消息 民主黨炮口對準北檢 但再爆千萬金流 就連唐主引員也爆出選前曾自己去過一次 柯主席放話再開記者會 與其開了留下更多疑問 不如主動向司法單位一次說清 三眾人正想人 黃船波 溫明軒可以報導 在律師陪同下 民眾黨新聞部主任吳一軒 大眾作項臺北市議員鍾小平提告 因為鍾小平先前曾說 維京集團僅吳一元的公關費 哭額著拿了三四億 讓民眾黨相當不滿 認為是含血噴仁 含血噴仁的方式呢 在節目上面造謠 呼籲雙小平先生出來道歉 他限期不做 其實我們不太相信北檢會秉公處理 我勸柯比放下屠刀立地成否 吳一軒本來我們不想算了 不要理他 可是今天又來告 所以他罵我的事情 我會提告 喊話要告回去 鍾小平完全沒在怕 更加碼爆料 柯文哲花費四千三百萬元 買商辦說屋主急著出國 才趕快賣 但他調查發現 原屋主根本沒有要移民 就住在中華路上 而且姓氏也有玄機 房子還最近那個繼承過給兒子了 對 哪裡要出國 這個城是不是這個整個金華城 總公司子公司的員工 其實不知道鍾小平在說的是誰 我只好像有聽說他昨天還衝去別人家裡面 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造成人家困擾 這商辦屋主是不是金華城董座陳育坤 不得而知 但過去許淑華也曾爆料 曾任威京集團子公司 頂月開發董事長的朱雅虎 和陳租柯文哲上辦的公司股東之一 李天鐸友好 兩人都有軍系背景 雖然金華城案柯文哲禍判 吳寶請回 但種種指控不免讓外界聯想 柯文哲和威京集團的關係是不是不同尋常 三連新聞 無界長王一的SNG超速台北報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位在台北市的住家 就在捷運東門站附近 因為坐有大安區的黃金地段 加上生活機能方便 因此就讓社區成交行情一直都維持在 每坪九十幾萬上下 不過現在卻傳出一樓店面掛賣許久 都賣不掉 房屋交易網上 柯文哲家一樓店面 屋主開出總價5280萬元喊賣 傳出已經掛網兩年 都罰人問津 目前成租給咖啡廳 似乎是因為在小巷子內 人潮較少 咖啡廳沒有天天開 其實目前東門捷運站周邊 如果是巷洞內的一樓店面的話 每坪單價大概開價約落在150萬元上下 如果是在中校東路的正門牌的話 有些店面的開價甚至會高達 每坪300萬元以上 是沒有行住的廣告效益的話 會出現這種較為滯銷的情形 2015年時 柯文哲家社區有五六七樓三戶要賣 當時直接標榜市長官邸捷運大戶 卻碰上房市不景氣 價格向下修正 五樓戶因為就在柯文哲家樓上 當時引發話題 但開價卻從1.2億元 一路下降升1億元 最後又再降到6968萬元才成交 等於屋主降了5000萬 達了6折才成交 過去名人光環都會成為房屋銷售的加速器 這回去失靈或許不難理解 來來來來來 柯文哲夫妻爭議多 三不五時家樓下就被美光燈包圍 附近鄰居恐怕不堪其擾 大家都很痛苦 對啊 對啊 都不要好看 我跟你講 是我的鄰居比較累 我覺得住在這邊也很可憐 因為現在出門都會數有十幾個鏡頭 然後要妆容整齊才可以出門 跟名人當鄰居 有人把它當夢想 但對真正的鄰居來說 或許變成噩夢 三立新闻陳士雄 林嘉倩 TAPE報導 表演出的第一名 以及2003 允許 過這兩個鄰居